清冠一號的研發 其實在今年的5月15號 當我們突然之間晉升為三級的時候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跟西醫的核治的結果 重症死亡率減半 而且透過本土開發這個治療 的方式裡頭清冠一號 這10個藥方 今年的5月到8月 因為進入中西醫 那麼核治大規模使用初步發現 包括三軍總醫院 他可以減少輕症 從重症已經看到一些療效 甚至輕度的部分可以很快的時間 透過了清冠一號 可以讓這輕症仰轉陰 目前為止說透過這10個藥材當中 又有具體的成效 所長可不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們在去年完成了一些臨床的驗證 然後進到了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裡面又做了品管 因為實際上農產品最難的就是品質控制 所以這應該是全世界第一次 這麼嚴密的控制一個副方的一個品管 所以在完成這控制之後 我們就確認10個藥 10個中藥就是我們民眾最常見 最常用的這個中藥 這個中藥其實一開始我們要確認 是不是如果它不能進口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我們藥物生產上的問題 在後續的研究已經確認 在台灣大概我們這10個藥 自己都能夠掌控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國內沒有疫情 所以雖然在去年完成的這個研發 也授權給藥廠 那最後有八個藥廠 八個GMP藥廠 那他都取得外銷藥品許可證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這一些呢 就形成我們台灣中醫藥國家隊的 這個產品 但是在歐美很多的國家 事實上他不只是用在COVID-19的確診者 他對於這種預防性 因為他歐美不一樣是 他把它列為保健食品 是 歐美因為他很快大家就看得到 很多國家因為疫情相當嚴峻 所以實際上醫院量能就崩潰 崩潰以後除非非常嚴重的 才送進醫院送進交互病房之外 其他的就是在居家 或是在檢疫的一些單位裡面 那所以他們又沒有藥物可以用 所以我們在去年這八家藥廠 到現在累積的這一些產品 已經有外銷四十幾個國家 所以在各大州都有 那因為他們使用反應又很好 也經過了台商會或是 我們的駐外代表處 跟我們的回饋 所以知道在各個國家 即使病毒變異了以後 還是有相當的這個效果 那為了確認這一件事 所以我們在後續研究裡面 也把那個這個各種變異病毒 大家最常見到的像這個 Delta Alpha Beta Beta Beta是來自南非 Alpha就是我們前一波最流行的 這個英國的這個變異株 那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最近的這個Delta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這個檢測 就用原來我們在這個檢測 能不能這個清冠一號可以把 Spy Protein這個集蛋白可以抓住 抓住以後他就不能夠跟我們的ACE2接收器結合 那現在這一些數據就很清楚 確認我們在各種變異病毒株裡面 可以看到他維持跟原來武漢病毒株一樣 或甚至更好的這個結合的能力 那進一步用這個ACE2的接收器來做一個檢測 這個Spy Protein被清冠一號結合之後 那他就無法去接到我們的ACE2接收器上 那這個也很清楚看到 而且因為這個變異過程裡面 Delta跟這個Beta 他比較傾向清水性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他甚至結合力 那阻斷這個Spy Protein跟ACE2 這個結合在一起的能力 甚至比原來的武漢病毒株更好 所以我們就確認原來在國際上反應的效果 跟這個藥物這個反應大概是一致 那剛好在5月通過的EUA 到目前為止這個8家GNP藥廠 有6家已經取得國內的這個EUA 然後他們也很好 有非常多的藥廠就捐贈了 這個大量可以臨床公治療 所以我們在5月1號 到8月中的這一波疫情裡面 那就有15家醫院聯合 我們建立一個中西合作的平台 那在各醫院裡面 不管是住院的這個輕中症的患者 或是重症 微重症在加護病房 插管的患者 都進行了這個中西合作的照護 那我這一邊累積的數字 有500多個這個案例在 有這麼多啊 到目前大概有500 超過550個案例 在我們15個醫院裡面進行 那後續我們現在 因為有一些是前瞻性的這個臨床研究 那有的是回顧性的研究 所以我們有現在在進行這個 IRV就是臨床試驗委員會的一些 這個計畫的通過以後 會去回顧 那目前呢 因為各院需要把這個進展的這個資料呢 讓我們去匯整才能夠去申請 或是去直接進行這個 IRV的一個評估 那我們現在匯集回來的有10家醫院 那初步看起來在輕症中症症狀治療的這個案例裡面 那以及一百多個 大家也很難想像 這個中西合作照護 在加護病房有一百多個案例 他這個十個配方裡頭 剛剛這個圖表裡頭看得出來 就是有板蘭根 魚心草 黃芹 包括像是桑葉對不對 在薄荷還有甘草等等 這藥方事實上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對 透過了國家中藥研究所研發之後呢 讓這些確診者好像十天 一天大概三包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變成是一個藥粉了 透過了這種溫水 去幫他攪拌之後輕輕喝 事實上是穩定性很高 是非常容易 因為我們在八家藥廠裡面 做出來的這個成分的控制 跟他的生物活性的控制 基本上這八家都非常接近 所以也就是確認說 我們有能力把這個農產品的中藥 植物藥可以變成一個 非常穩定的這個中藥副方 那這副方到美國 到英國 到南非 到印度 各個地方拿到的 都是同樣的安全有效的一個材料 這些蘇宜璋所長 這真的是臺灣之光 我們的清官一號在對外 不僅是幫助了非常多的國家 讓他們的疫情很多的確診者 因為大量癱瘓的醫療院所 紓解他們壓力之外 當然我們也幫了我們自己 台灣朋友 以及他們的確診者 國際上 大量癱瘓的體驗 !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會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有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